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才好吃个肉片 先把配料切成厚厚的薄片 尽量切薄一点哈 先把肉片腌制哈 盐巴 料酒 多少刷一刷 可以加入一点清水 让水吃进肉里等会就嫩滑的很 分三次加入清水 这个步骤油为关键 辣的弦弦比较粘手了 加入红薯淀粉 继续搅拌 这不是锁住水分 让肉片更嫩滑 腌制四分钟 腌制的时候准备配料 泡椒泡椒 再加两个小米 切碎 208个花椒 再准备点大蒜 大葱 全部切成可可 蒜柳一半 再切点葱花 枪油三角桃 葱蒜 刚才叫 配菜准备了烟熏豆干 片成厚厚的薄片 阿董 点火哦 要点开干 烧油 入成一碗下入炒料 炒出香味一下豆瓣 再加一点海椒面 蒸饰提香 加入308克白糖 加入清水 水开后放入豆花 豆皮 有些厨子只用豆花垫底 其实这个是不入味的 必须要把它烧入味 再放一点盐巴 烧三分钟后捞出来打底 再下入肉片 轻轻的换散 比较搅动 避免昏汤 水开后50秒就可以了 要得了起锅 这样煮出来的肉片就非常的滑嫩 加入圆汤 少许蒜姆 葱花 干海椒一把 凉五把 三把 九成一碗淋油 一份嫩多多的豆花水煮肉片 送给大家 就这个豆花水煮肉片 我后几点皮问你们一个小红心 你们会给吗 安妞 来哟 请喽 要点喊 先做个肉片 整个花达花达的嫩多多的肉片 嗯 对吧 必须嫩 那么嫩 你吃一下不还好东西 豆花 你自己喜欢吃豆花 这个烟腥的味道它回锅就相当行 好好 哦 这点生活里一样样色 一样样色这个酱 你各个买肉 各个化辣 那豆花酱我蘸蛋水不能好吃嘛 然后水煮鸡 比蘸蛋水还好吃 它是买回面的豆花也没有 还买豆花啊 不认为它是靠 剪嫩的 那不是 你算没有 你要买两个就买两个 剪嫩的 剪嫩的剪豆花 剪成豆花 做这个回面的生意 是永远被晒搭的 那就是什么 我没有点了就是豆浆 点嫩的就是豆花 点老的就是回面 你写的就是豆渣 不早以后做豆渣吧 还有还有 重点是回面没卖完 可以做臭豆腐 哈哈哈哈 臭豆腐长尾了 就是红灰门 跟什么水煮鸡 我都不得吃 哦 好烫 这个东西 嗯 比较好吃 嗯 我们很快吃 吃一点 好烫 我们有点吃 好烫 很烫 很烫 我吃了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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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喽 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需要办公安 希望服务浪才行 观众们 我上门 我上门 我闷得人烟 翻了一口翻